应许之地欧巴马回忆录 巴拉克欧巴马 第一部分 下注 第二章 我跟蜜雪儿拉范恩·罗宾森 Michelle Lavon Robinson认识时 她已经从事法律工作 我结束哈佛法学院第一年的课程后 暑假到芝加哥圣德律师事务所 Cydley & Austin工作 蜜雪儿就是我在那里的同事 当时蜜雪儿25岁 她身材高 美丽风趣外向大方又聪明过人 打从我见到她的那一刻起 我就为她深深着迷 公司派她照顾我这位新人 以确保我知道办公室影印机在哪里 也让我觉得公司团队欢迎我加入 这也意味着 我们有机会共进午餐 这样我们就可以坐下来 好好聊聊 起初 我们聊聊工作 最后则是无所不谈 在接下来那几年当中 每当学校放假和蜜雪儿代表 盛德律师事务所到哈佛招募员工时 我们就会一起吃饭 沿着查尔斯河 Charles River散步 聊起电影 家人 以及世界上有哪些地方 我们想去看看 蜜雪儿的父亲因为多发信硬化症骤事时 我搭机赶去陪伴他 当我得知外公被诊断出前列腺 M7时 他也陪在我身边 也就是说 我们成为朋友和恋人 法学院快毕业时 我们开始认真讨论 共组家庭这件事 有一次 我带他去我主持的一个组织工作研讨会 那次我是帮忙在芝加哥南区 South Side 经营社区中心的朋友 研讨会参与者 大都是单亲妈妈 其中有些人领取社会福利金过火 而且具备谋生技能者寥寥无几 我请他们描述自己的现况 并说明自己想要过怎样的生活 这个简单的练习 我做过很多次 这是让人们将社区和生活的现况 跟可能发生的变化联系起来的一种方式 那次研讨会结束后 我们走去开车途中 蜜雪儿挽着我的手跟我说 我跟这些女士相处融洽 让她很感动 你给了她们希望 我说 她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希望 我试图向她解释 我感受到的冲突 想在体制内寻求变革 却又反对体制 想要领导人们做出改变 却又想授权人们自己做出改变 想要参政 又不想被政界污染 蜜雪儿看着我轻声地说 世界的现况 以及世界应有的样貌 差不多就是那样 蜜雪儿很有原创精神 我认识的人当中 很少有人像她这样 虽然我当时还没开口求婚 但我开始打算要她嫁给我 对于蜜雪儿来说 像我们这样认真交往 接下来不入礼堂 共祖家庭是理所当然的事 但是对我来说 我从小跟着二段婚龄都不长得母亲长大 我一直不急着将交往关系正式化 不仅如此 在我们恋爱初期 我们之间的争论就相当激烈 我很自以为是 她也从不屈服 她的哥哥克雷格 克雷格 曾是普林斯顿大学篮球队明星球员 并在担任篮球教练前 在投资银行工作 克雷格曾经开玩笑说 家人都认为蜜雪儿 他们换他蜜雪mitch 不会结婚 因为他太能干了 没有哪个家伙能跟得上他 奇怪的是 我就是喜欢他这一点 他会不断地挑战我 并让我保持真诚 蜜雪儿对人生 有什么规划呢 我思索着 在我们认识前 年轻专业穿着得宜的他 专注于自己的事业发展 按照应有的方式做事 没有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事情上 然后 这个来自夏威夷 衣衫蓝绿 有着疯狂梦想的陌生男子 闯入了他的生活 他会告诉我 我跟他从小到大认识的男人截然不同 跟他约会过的对象很不一样 那是我一部分的吸引力 我甚至与他崇拜的父亲不同 蜜雪儿的父亲连社区大学都没念完 在三十多岁时就因为多发性硬化症所苦 却从未抱怨过 他每天认真上班 而且蜜雪儿的所有独舞演出和克雷格的每场篮球比赛 他都亲自到场加油 并一直是家人的支柱 家人确实是他骄傲和喜悦的泉源 跟我在一起的生活 为蜜雪儿带来不一样的刺激 他看到自己小时候错过的那些东西 包括冒险旅行和打破限制 如同他在芝加哥长大 他的大家庭 他的常识 他渴望成为一个好妈妈胜过其他一切 让我找到青年时期所渴望的安定 我们不仅彼此相爱 逗对方开怀大笑 并拥有相同的基本价值观 虽然我们的价值观存在对称性 但我们相辅相成 我们互相支持 守护彼此的误区 而且可以成为一个团队 当然 这样讲也意味着 我们的经历和个性截然不同 对于蜜雪儿来说 通往美好生活的道路 既狭窄又充满危险 家人是他唯一的靠山 他不能轻易承担重大风险 而外在的成功 一份好工作 一栋好房子 绝对不会让他矛盾纠结 因为失败和匮乏 无处不在 一旦被裁员或解雇 就得重新奋斗 蜜雪儿从未担心会被出卖 因为在南区长大意味着 在某种程度上 自己总是局外人 在他看来 追求成功会遇到的障碍 非常明确 因为这些障碍不请自来 不管你做得多么好 都必须证明自己属于那里 不仅向怀疑你的人证明 也向自己证明 你是属于那里的 即将从法学院毕业时 我把计划告诉蜜雪儿 我不打算当法官或检察官 我决定搬回芝加哥 尝试从事社区工作 同时在一家专门负责民权诉讼的 小型律师事务所 从事法律工作 我说 如果有好的机会出现 我甚至可以竞选公职 我讲了这些话 蜜雪儿都不觉惊讶 他说 他相信我会做我认为对的事情 但是 巴拉克 我必须告诉你 他说 我认为你想做的事情 真的很难 我的意思是 我希望自己 像你那样乐观 有时候 我很乐观 但是 人们可能很自私 也可能很无知 我认为很多人 都不想被打扰 我认为从政者 似乎都愿意为权利 而不择手段 他们只是在为自己着想 尤其是在芝加哥 我不确定 你是否有办法改变现况 我可以试试看 不是吗 我笑着说 如果不能承担一些风险 那么拥有这么棒的法律学位 又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最后行不通 那就行不通吧 我会没事的 我们会没事的 他用双手摸着我的脸 你有没有发现 如果有困难的方法 和容易的方法 可以选 你每次都会选择困难的方法 你为什么这么想呢 我们两人都笑了 但是我看得出来 蜜雪儿认为 自己正在做某件重要的事 后来 这个见解将对我们双方都产生影响 交往几年后 我和蜜雪儿于1992年10月3日在三一联合基督教会 Trinity United Church of Christ结婚 当天有300多名亲友和同事开心的挤进教会 肩并肩地坐在长椅上 婚礼仪式游教会的小耶利米·赖特 Jeremiah A. Wright Jr. 牧师主持 我在从事组织工作那段时间 认识他 也相当钦佩他 我们欢欣无比 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展开 后来 我通过律师资格考试 由于忙着推动选民登记投票计划 Project Vote 所以我延后一年职业 在1992年总统大选前 这项投票计划让伊利诺伊伊州缔造该州最多选民登记投票的记录之一 从加州海岸渡完蜜月回来后 我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任教 也写完一本书 并正式加入Davis, Miner, Warnhill & Galland 这一家以民权诉讼业务为主的小型律师事务所 专门负责就业骑士诉讼案件 并为公平住宅团体处理房地产业务 与此同时 蜜雪儿已经不想再处理公司法案件 他换工作到芝加哥市政府的规划与发展部门上班 在那里工作一年半 之后 他同意领导一个名为公众联盟 Public Alliance的非盈利青年领导计划 我们两人都喜欢自己的工作 也喜欢跟我们一起工作的人 随着时间流逝 我们参与各种公民事务和慈善事务 我们看球赛 听音乐会 并跟越来越多的朋友共进晚餐 我们在海德公园 Hyde Park 买到一间舒适的小公寓 就在密歇根湖和湖甲点 Crematory Point 对面 走几步路就到蜜雪儿的哥哥 克雷格夫妇的新家 密雪儿的母亲玛丽安 Marian仍然住在南岸的老家 离我们家不到15分钟路程 我们经常去拜访她 品尝密雪儿母亲做的炸鸡和蔬菜 红丝绒蛋糕 以及舅舅皮特 Pete的烤肉 饱餐一顿后 我们会围坐在厨房 听她舅舅讲从小到大的故事 夜遇深 我们笑得遇大声 因为密雪儿的侄子和侄女 会在沙发上跳来跳去 最后他们就被带到院子里玩耍 在暮色中开车回家时 密雪儿和我有时会谈论起 养育自己的小孩 我们想象我们的小孩会是什么模样 或是我们会生几个小孩 还有要不要养一条狗 我们想象一家人会一起做的所有事情 平凡的生活 生儿育女的幸福人生 应该已经足够了 但是到了1995年夏天 一连串奇怪的事件突然为我带来进入政坛的机会 伊利诺伊伊州第二选区的现任联邦众议员梅尔雷诺兹 Mel Reynolds遭到多项指控 包括据称与一名16岁的竞选志工发生性关系 如果雷诺兹被定罪 将立即举行补选以递补他的席次 我不住在那个选区 也缺乏参选联邦众议员的知名度和支持基础 然而来自我们选区的州参议员爱丽丝帕尔默 Alice Palmer有资格参选这个联邦众议员席次 不久后雷诺兹议员在8月被定罪 爱丽丝就宣布参选 爱丽丝是一位非洲裔美国人 先前曾是教育家 跟当代社区有很深的渊源 即使表现不算出色 但也稳稳当当 还受到进步主义者和曾帮助哈罗德当选的一些黑人活动分子所喜爱 尽管我不认识他 但我们有共同的朋友 根据我为投票计划所做的工作 爱丽丝要求我协助她的参选活动 经过几周后 有几个人鼓励我考虑申请参选爱丽丝即将碰出的参议员席次 在跟蜜雪儿讨论前 我列出参选可能产生的利弊得失 州参议员不是什么光鲜亮丽的职位 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们的州立法者是谁 而且伊利诺伊伊州首府春田市 Springfield因以往的政治仇拥滚木立法 Logrelene 挨注立法者互相支持对方的提案 以交换选票方式让本身提案通过 贿赂和其他政治恶行而恶名昭彰 从另一方面来看 这是我不入政坛的一个其实点 而且伊利诺伊伊州州议会每年只有开会几周 这表示我可以继续在大学任教和在律师事务所工作 最重要的是 爱丽丝同意支持我 由于雷诺兹的审判仍在进行中 因此很难知道时间上如何安排 从技术层面来看 如果爱丽丝在竞选联邦众议员时失去广大选民的支持 但她还可以选择保留原本州参议员的席次 但是她坚决地向我和其他人表示 她决定放弃周参议员的席次 准备好前进国会 后来当地市议员东尼普瑞克温克 Tony Crackwinkle也大力支持我 她已拥有当地最优秀组织为傲 让我的胜选机会大增 我去找密雪儿商量并跟她游说 我说 把这次机会当成是水温 嗯 将脚趾进入水中 对 所以 你有什么看法 她亲吻我的脸颊 我认为这是你想做的事情 所以你应该去做 只要答应我 我不必花时间去春天市 在开始行动前 我还必须跟最后一个人确认 今年年初 我母亲病倒 她被诊断出罹患子宫癌 这种病的育后状况并不好 每天 我脑海里至少会闪过一次 失去她的念头 让我的心都揪在一起 母亲得知罹癌后 我立即搭机前往夏威夷 幸好她看起来没什么大碍 也精神振奋 让我松了一口气 她承认自己很害怕 但想尽可能采取积极治疗 她说 我要等你给我生孙子 孙女 我才要走 她收到我可能参选州参议员的消息时 以一贯的热情回应我 并坚持要我告诉她每一个细节 她知道 我会有很多工作要做 但母亲向来是将心情工作 当成好事看待的那种人 她说 要确定秘雪儿赞成你这样做 并不是说 我是婚姻专家 而你又不敢拿我当借口 说你不参选 我有够多的事情要应付 每个人的生活都要照常过下去 我只是生病了 明白吗 我明白 被诊断出 罹患子宫癌的七个月后 母亲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 九月 我和蜜雪儿搭击到纽约 跟妹妹玛雅和母亲一起到纪念 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 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向那里的专家请教 现在 母亲正在进行化疗期间 她的身体发生变化 原本一头乌黑的长发都掉光了 她的眼神看起来很空洞 更糟的是 专家评估她处于癌症第四期 可以选择的治疗有限 看着母亲因为化疗导致唾液腺损伤而口干舌燥 必须口含冰块解渴时 我竭尽全力摆出一副勇敢的表情 我跟她聊起工作上的有趣故事 并讲述我刚刚看过的电影情节 当小我九岁正在纽约大学就读的妹妹玛雅 让我想起自己曾是专横的老大哥时 我们都笑了 我握住母亲的手 确定她在入睡前感到舒适 然后我回到旅馆房间 开始哭了起来 我是在这趟纽约行时 建议母亲来芝加哥跟我们同住 外婆年事已高 无法整天照顾她 但是我的母亲 永远是自己命运的建筑师 她拒绝了 我宁愿待在某个既熟悉又暖和的地方 她一边说 一边看着窗外 我坐在那里感到十分无助 想着她一生走过的漫长道路 沿途发生的每个意外小插曲 都充满快乐的机遇 我从没听过她老是想起令人失望的事 相反的 她似乎总能找到让自己开心的小乐趣 直到发病 人生很奇妙 不是吗 她轻声说 是啊 在母亲的建议下 我投入自己的第一场选战 回想起来 这场简陋的选举活动 真让我觉得好笑 这场选战没有比进选学生会会长 这么简单的操作来得复杂 没有民调人员 没有研究人员 没有上电视或广播节目采访 我于1995年9月19日宣布参选 地点在海德公园的华美达饭店 Ramada Inc 现场有椒盐脆饼 薯条和几百名支持者 其中大概有四分之一 是逆雪儿的亲朋好友 我们的竞选文宣 包括一张八成四英寸的卡片 上面有我的护照照片 几行简介 以及我从电脑上写取的四到五项重点 我在影音店听口打印这些文宣 我也强调 要雇用我在参与投票计划时 认识的两名政治老手 我的竞选总干是卡罗安哈威尔 卡罗安哈威尔 年纪四十多岁 身材高 外表时髦 是向西区行政办公室借来的人员 尽管他总是笑脸迎人 但他很清楚芝加哥政坛的凶险 罗恩戴维斯 Ron Davis 长得很像一只大灰熊 是我们竞选团队的现场主任和请愿专家 他有一头灰白色黑人烫的发型 戴着一副厚实的金属矿眼镜 大部分身躯都包覆在没塞进裤子的黑衬衫里 而且他似乎每天都穿同一件衬衫 事实证明 罗恩是不可或缺的人才 伊利诺依依州有严格的选票获取规则 故意为难没有党派支持的候选人 为了参选 候选人必须由居住该选区的七百多名登记选民 签署一份请愿书 这份请愿书也由该选区的居民传递并被输 请愿书上的签名必须清晰已读 并且必须准确的链接到登记选民在当地的地址 我还记得 我们第一次围坐在餐桌旁 罗恩气喘吁吁的把加上请愿书的板家 以及选民档案和一张说明书递过来 我建议在讨论请愿书之前 我们应该安排一些认识候选人的公开讨论会 也许草拟一些立场文件 卡罗和罗恩相舍而笑 老板 我来给您报告一下 卡罗说 在选举后 您可以保留所有女选民联盟的资料 现在 唯一重要的是 这些请愿书 您要面对的人 他们将会仔细爬梳这些内容 查看请愿书上的签名是否合法 如果不是 您就无法参选 而且我保证 无论我们多么谨慎 大约半数签名 最终都会变得很糟糕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拿到 至少比所需数量多两倍的签名 四倍 罗恩纠正说 递给我一个板家 在经过两位得力助手 适时的调教后 我驱车前往罗恩选择收集签名的街区之一 感觉就像我早年 从事组织工作一样 我挨家挨户的拜访 有些人不在家或不愿开门 女人卷着发夹 孩子四处乱跑 男人在坐院子里劳动 偶尔会看到身穿运动衫和绑了头巾的年轻人在街上闻晃 还一身酒味 有些人想跟我谈谈当地学校的问题 或是枪支暴力正蔓延到一个安定的工人阶级社区 但是大多数人会拿起板家 在板子上签名 然后赶快进行原先在做的事情 对我来说挨家挨户敲门就像家常便饭 但对蜜雪儿来说 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在每个周末 蜜雪儿都竭尽全力地帮忙 她迷人的笑容和在附近长大的故事 让她经常收集到比我更多的签名 但两个小时后 当我们回到车上开车回家时 她脸上却没有笑容 有一次 她告诉我 我所知道的是 我一定真的很爱你 才会把星期六早上的时间 拿来做这件事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 我们顺利收集到所需数量四倍的签名 当我不在公司或不需要教课时 我就拜访街区会所 教会社交场所和老人之家 向选民们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不是很优秀 我的竞选演说很生硬 注重政策陈述 缺乏启发性和幽默感 而且 我觉得谈论自己很尴尬 身为组织工作者 我受过的训练是做好幕后工作 但是 我确实有进步 我变得更放松 而且支持者也逐渐增加 我获得地方官员 牧师和少数进步主义组织的支持 我甚至还草拟一些立场文件 我希望说的是 我的第一个竞选活动 是这样结束的 这位年轻候选人和他善于社交 美丽宽容的妻子 从自家餐厅里的几个朋友开始 让人们团结起来 支持一个新的政治品牌 但事情并不是这样发展的 1995年8月 那位遭受指控的联邦众议员 最终被判有罪病入狱 必须在11月下旬举行补选 由于席次空置 时间表已正式排定 除了爱丽丝之外 其他人也参加补选 其中包括小杰西杰克逊 Jesse Jackson Jr. 他在198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激情地介绍其父亲 而引起全国关注 我和蜜雪儿认识小杰西 也很喜欢他 他的子子桑蒂塔 桑蒂塔 是蜜雪儿最要好的高中朋友之一 也是我们的伴娘 小杰西的受欢迎程度 足以使他宣布参选 立即改变整个竞选态势 让爱丽丝处于极大的劣势 而且 由于国会补选结束几周后 才提交关于爱丽丝州参议员席次的请愿书 所以我的团队开始担心 最好再确认一下 以确保如果爱丽丝输给小杰西 爱丽丝也不会跟你争夺参选资格 罗恩说 我摇了摇头 他向我保证 他不会参选 他承诺过 也公开说过 甚至在报纸上都看得到 很好 巴拉克 但是 请您再确认一次 好吗 我做了 我打电话给爱丽丝 他再次向我保证 不管他在竞选联邦众议员时 发生什么事 他仍然打算离开伊利诺伊伊州的政坛 但是 当小杰西在补选中轻松获胜 而爱丽丝的票数差距甚大 排名第三时 事情却发生一些变化 当地媒体开始出现征召 爱丽丝帕尔默参选的报道 爱丽丝的一些长期支持者要求开一次会 当我出席时 他们建议我退出选战 他们说 社区负担不起放弃爱丽丝这么资深的一员 我应该耐心点 最后总会轮到我 我坚持自己的立场 毕竟一些志工和捐款人已经为这场选战投入许多心力和大量资金 即使小杰西参选了 我还是一直支持爱丽丝 但是大家仍然不为所动 当我跟爱丽丝交谈时 事态已经明朗化 接下来那一周 她在春田市举行记者会 宣布她正赶在最后一刻 提交自己的请愿书 以进行投票 并留住原本的席次 我早就跟您说过 卡罗说 她吸了一大口烟 一缕白烟往天花板飘去 我觉得很沮丧 我被出卖了 但我明白自己并没有任何损失 在过去几个月里 我们已经创建一个良好的组织 所有赞成我的民选官员都表示 他们会支持我们 罗恩和卡罗却不那么乐观 老板 我不得不告诉您 卡罗说 但是大多数人仍然不知道您是谁 真该死 他们也不知道爱丽丝是谁啊 但是现在 我这样讲没有冒犯您的意思 就投票给谁来说 爱丽丝帕尔莫比巴拉克欧巴马要有名的多 我明白卡罗的观点 但我告诉他们 我们将继续前进 即使许多芝加哥名人突然敦促我退出选战 然后 在某天下午 罗恩和卡罗气喘吁吁的来到我家 看起来好像中恶透似的 爱丽丝的请愿书 罗恩说 太糟糕了 是我见过最差的请愿书 那些想要欺负您 让您退出选战的黑人 都没有认真填写请愿书 这可能会让爱丽丝无法参选 我仔细看了罗恩和我们的竞选制工作的非正式记录 没错 爱丽丝提交的请愿书似乎都是无效签名 地址不在选区内的人 还有同一个笔记签好多个人名 我抓抓头说 我不知道 伙伴们 您不知道什么 卡罗说 我不知道我是否想这样赢 我的意思是 没错 我对发生的事感到生气 但是这些投票规则没有多大意义 我宁愿在选战中打败他 卡罗身体往后倾 下巴收紧 巴拉克 这个女人跟您保证不会参选 卡罗说 因为她的诺言 我们所有人都在这里为选战而努力 但现在 当她试图压榨你 甚至还没法把那件事做好时 您还要让她侥幸得逞吗 难道您不认为他们一有机会 就会马上想办法让你不能参选 他摇摇头 巴拉克 您是个好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信您 但是 如果您放任不管 那么您不妨再回去当教授 因为政治不适合您 您会被搞垮的 这样谁都不会有好处 我看着罗恩 他静静地说 他说得对 我把身体向后靠在椅子上 点燃一根香烟 我觉得自己被时间束缚了 我试图解析自己内心的感受 我有多想从政 我提醒自己 我相信自己可以透过从政完成的工作 如果有机会 我愿意为从政而努力 好吧 我终于这么说 好的 卡罗说 他脸上又恢复笑容 罗恩整理好文件 并将文件放进包包里 整个过程可能要花上好几个月 但是根据我当天的决定 选战实际上已经结束了 我们向芝加哥选举委员会 Chicago Board of Election Commission的委员提出质疑 当委员会显然将做出对我们有利的裁决时 爱丽丝退选了 同时我们也因其他几位民主党候选人的请愿书不服资格而获胜 没有民主党的反对者 只有共和党的反对派 我正往周参议院前进 无论我对更崇高的政治 抱有什么看法 都必须等待 我认为从第一个竞选活动中 我学到有用的教训 我学会尊重政治的基本要素 关注必要的细节 每天的辛苦磨练 最后就成为胜负的关键 这场选战也证实 我对自己的了解 无论我对公平竞争有什么偏好 我都不想成为输家 但是 最令我难忘的教训跟竞选机制或强硬政治无关 而是跟我在11月初 有一天接到妹妹玛雅从夏威夷打来的那通电话有关 那时离之道选战结果还有一大段时间 妈妈的情况变得很糟 巴尔 玛雅说 有多糟 我认为你现在就必须过来 我本来就知道母亲的病情正在恶化 几天前 我才跟她说过话 我从她的声音听出来 她很痛苦 也放弃了 当时 我先预定下周前往夏威夷的航班 她可以说话吗 我问玛雅 我想不行 她时而清醒 时而昏迷 我挂断电话 打电话跟航空公司改定明天早上第一班飞机 我打电话跟卡罗取消一些竞选活动 并迅速交代我不在时需要做的事情 几个小时后 玛雅回电话给我 对不起 亲爱的 妈妈走了 妹妹告诉我 母亲从未恢复知觉 玛雅坐在母亲的病床旁 一边大声念民间故事给她听 而她就是在这个时候离开人世 累个星期 我们在夏威夷大学东西方研究中心 East West Center后面的日本花园 为母亲举办追思会 我记得小时候 在那里玩耍时 母亲坐在阳光下看着我 我在草丛中翻滚 跳到石阶上 抓小溪里面的磕斗 追思会结束后 我和玛雅开车前往可可火山 Coco Head附近的瞭望台 将她的骨灰洒入海中 看着海浪撞击岩石 我心里想着 母亲过世时 病房里只有我妹妹陪着她 而我不在那里 我正忙着追求远大梦想 我知道 我永远也无法回到那个时刻 我不但悲痛万分 还觉得羞愧无比 除非您住在芝加哥的南端 否则前往春田市最快的路线 是经过55号洲际公路 在交通尖峰时段 驶出市区并穿越西边郊区 就会开始塞车 但是一旦经过乔利埃特 Joliet 交通就一路顺畅 往西南方是一条既直右平的柏油路 经过布鲁明顿 Bloomington 州立农场保险公司 State Farm Insurance和啤酒坚果公司 Bearn Nuts的所在地 和林肯 Lincoln 以曾帮助整合城镇的总统名字命名的地方 当时林肯还是一名律师 接着就是绵延好几英里的玉米田 在将近八年的时间里 我通常独自一人开车行经这个路线 往往要开上三个半小时左右 我从秋天那几个星期开始 经过整个冬天 再到初春时节 都这样往返春田市 这一段期间也是伊利诺伊伊州立法机关的开会期 通常我在周二吃完晚餐后开车去 然后在周四晚上或周五早上回到家 车子驶离芝加哥约一小时后 手机讯号就变得很差 唯一能收到讯号的是谈话性广播节目和基督教音乐电台 为了保持清醒 我一路上都挺有声书 时间越长越好 内容大都是小说 约翰勒卡雷 John Le Carr 俄和托尼莫里森 Tony Morrison是我最喜爱的作家 但也有一些关于内战 维多利亚时期 罗马帝国衰亡的历史 有些朋友很怀疑 我在春田市能学到什么 每当被问及此事时 我会告诉他们 至少在最初几年 我真的学到很多 在美国五十个州当中 伊利诺伊伊州最能代表美国人口统计资料的一州 这里有繁华的大都市 广阔的郊区 务农的乡村 工厂林立的城镇 以及被视为美国南部 而非北部的偏远地区 在任何一天中 在春田市州议会大楼的高原顶下 都会看到美国的缩影 充分展现出来 卡尔桑德堡 Karl Sandberg的诗成为眼前的事实 一些市中心孩童 在校外教学时互相推积 有着时髦发型的银行家 拿着折叠手机处理工事 带着棒球帽的农民 正在拓宽闸门 好让在运船 能够将其作物送往市场 你会看到拉丁裔妈妈们希望资助一间新的日间托育中心 而全都留着洛塞湖 穿着皮夹克的中年自行车骑士 试图阻止骑自行车要戴安全帽的法令通过 在最初几个月 我一直埋头苦干 我的一些同事 对我奇怪的名字和哈佛学历感到怀疑 但我努力做足功课 并帮助其他州参议员筹募竞选经费 我不仅在州参议院议事厅 也在篮球场和高尔夫比赛 以及每周两次的两档扑克牌比赛中 认识议员同事和他们的幕僚 我们的扑克牌比赛 赌注12美元 而且有三次加注的限制 房间里总是充满烟味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聊起八卦话题 还不时传来啤酒开屏的声响 我早就认识州参议院少数党领袖 艾米尔琼斯 Emile Jones 她是年纪六十多岁 身材高大健壮的黑人 认识她 对我大有帮助 她在代理市长领导下的 一个传统行政区组织中脱颖而出 我曾经在那个地区从事组织工作 我们就是那样认识的 当时我带一群家长到她的办公室 要求开会为当的青年 提供大学预科课程的资金 她没有将我们拒之门外 反而邀请我们进去 她说 你们可能不知道 但我一直在等你们出现 她解释说 她自己没有机会从大学毕业 她希望确保州政府有更多经费 投入被忽视的黑人社区 我让你们自己决定 我们需要什么 当我们这群人走出她的办公室时 她拍拍我的背 跟我这么说 正知的事就交给我处理 果然 艾米尔协助我们为那项计划取得资助 我跟她的友谊也延续到我进入周参议院 很奇怪的是 她以我为荣 也几乎力挺我的改革主义做法 即便她正在筹划的一项法案急需议员投票支持 比如 在芝加哥取得在河船上赌博的许可 是她特别想做的事 但如果我告诉她 我无法投票支持她 她也绝对不会打压我 只不过在她去找别人支持前 会先念我几句 巴拉克跟别人不一样 她曾经告诉记者 她会飞黄腾达 尽管我跟艾米尔在周参议院里全力以赴 但我们两人都无法改变一个明显的事实 我们是少数党 伊利诺伊伊州参议院的共和党 采取众议院院长纽特金锐器 Newton Gingrich 用来让民主党联邦众议员 无法发挥作用的强硬态度 对付民主党和少数党 在伊利诺伊伊州参议院里 共和党完全掌控哪些法案可以通过 以及修正案的讨论顺序 像我这种少数党的菜鸟成员 春田是为我们取了一个特殊称号蘑菇 Mushroom 暗逢蠢货 因为这些菜鸟以垃圾未养 而且不见天日 有时 我发现自己能够制定重要的法案 我协助制定比尔克林顿 刘克林顿签署的伊利诺伊伊州版 国家福利改革法案 并确保该法案为代业者提供充分的支持 春田是政坛 经常发生丑闻 但在某桩丑闻爆发后 艾米尔只派我代表政党核心小组 出席一个委员会 修正道德法案 没有人想做这份工作 因为这样做根本必输无疑 但是 幸好我跟共和党同僚 柯克迪拉德 Kirk Dillard 关系融洽 我们通过一项法案 制止一些较为尴尬的做法 譬如 禁止将竞选活动经费用于添购住房或皮草大衣等个人物品 该法案通过后 有些州参议员接连几周都不跟我们说话 更典型的情况是 在第一个会期快要结束时 我站起来反对政府公开对某些偏爱的行业急于减税 却削减为穷人提供的服务 我整理好证据和资料 并像律师出庭那样准备周全 我指出为什么这种不合理的减税措施 违反共和党声称的保守市场原则 当我坐下时 州参议员议长帕特菲利普 Pate Philip 这位身材健壮 曾为海军陆战队队员 屡次已侮辱少数群体和妇女 而恶名昭彰的白发长着 走到我的座位前 真是一场精彩的演说 他一边嚼着一只未点燃的雪茄 一边说道 讲出一些重点 谢谢 他说 甚至可能改变很多人的看法 但是 没有更改任何票数 就这样 他向主席示意并满意地看着板子上表示赞成的绿灯亮起 春田市的政坛就是那样运作的 一连串的交易大都不为人所知 立法者已适及商人的客观 权衡来自各种利益的竞争压力 同时始终密切注意少数意识形态关切的议题 譬如 枪支 堕胎 税收 可能引发基层支持者的不满 并不是说 人们不懂得区别政策好坏 这一点根本无关紧要 春田市州参议院里的每位州参议员都明白 自己选区的选民根本没有时间关心政策 一个复杂但值得的妥协 反抗所属政党的正统信念去支持一个创新想法 这可能会让你失去关键的认可 失去庞大的资金支持 失去领导职位 甚至在选举时落败 那么能让选民关注政策吗 我试过了 回到选区后 我几乎接受任何邀请 我开始为海德公园先驱报 Hide Park Herald撰写定期专栏 该报每周读者人数不到5000人 我在市政厅主持会议 安排查点和一堆资料 准备简报州参议院的最新进展 但最后通常跟我的幕僚坐在那里干瞪眼 我看着手表 等待群众到来 但我的希望总是落空 我不能责怪人们没出席 大家都很忙 都有家庭要照顾 而且在春田市州参议院中 进行的大多数辩论 似乎都遥不可及 同时 我的选民关心的几个议题 他们可能早就认同我的看法 因为我所在的选区 几乎就像伊利诺伊伊州的每个选区一样 都以犹如外科手术那般精准的诉求来吸引选民 以确保一党独大 如果我想为贫困地区的学校争取更多经费 如果我想支持初级医疗照护或失业工人在培训 我无需说服我的选民 我需要拉拢和说服的人 他们住在其他地方 在第二个会期结束时 我可以感觉到州议会大厦的气氛重压在我身上 身为少数党成员根本徒劳无功 很多同事像是佩戴荣誉勋章般的冷嘲热讽 毫无疑问 大家都看出我承受很大的压力 有一天 当我提出的一项法案化为乌有 我站在圆形大厅里 一位好心的游说者走过来 将他的手放在我身上 他说 巴拉克 你必须停止这种自取灭亡的做法 在这种地方生存下来的关键是 要了解从政就是做生意 就像卖车或街上的洗衣店 如果你开始相信政治无所不能 你就会发疯 有些政治学家认为我针对春田市所说的一切都准确地描述多元主义应该如何运作 绿意集团之间的讨价还价可能无法鼓舞人心 但却使民主在混乱中匍匐前进 要是那些年我可以跟家人一起生活 那些争论对我来说可能变得轻松许多 在州参议院工作的头两年 情况都很好 密雪儿忙于自己的工作 尽管他信守诺言 除了我宣誓就职外 其他时间不会来州政府 但我们平常人会在电话中闲聊 然后 在1997年秋天的某个晚上 他在办公室打电话给我 声音有点颤抖 发生一件事 发生什么事 你要当爸爸了 我要当爸爸了 接下来那几个月充满欢乐 我忍受准爸爸要听的所有陈枪懒调 参加拉梅姿 Lama Z 课程 想办法搞懂怎样组装婴儿床 仔细研读怀孕知识百科 What to expect when you are expecting 并且拿着笔画重点 7月4日早上6点左右 密雪儿把我咬醒 说该去医院了 我四处摸索 拿起我放在门口的袋子 七个小时后 玛利亚安欧巴马 玛利亚安欧巴马 这个体重8英镑15盎司 约457公克 得完美宝宝诞生了 我们的女儿拥有许多才华 最棒的是她生对时机 那时 我没有会药开 没有嗑药上 也没有悬而未决的重大议案药处理 我可以利用暑假剩余的时间 好好照顾她 我是天生的夜猫子 所以我负责晚班 让密雪儿可以好好睡觉 我把玛利亚放在我的大腿上 一边念书给她听 她张大眼睛 好奇地看着我 有时 我把她抱在怀里一边打盹 然后她打嗝 便便了 感觉如此窝心又安详 我想起几世代的男人 他们错过这样的时刻 我想起我父亲的缺席 比他跟我相处的短暂时光 对我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我意识到 世上没有任何地方 像家一样 我宁可待在家 但是 年轻爸妈的压力 最终排山倒海而来 在幸福了几个月后 密雪儿回到工作岗位 而我又回到同时 兼三份工作的日子 我们很幸运地 找到一个出色的保姆 白天由她照顾玛利亚 但是 我们家增加一名全职员工 就要多一份支出 密雪儿首当其冲 在母亲和工作之间穿梭 觉得自己两边都没做好 每天晚上在帮玛利亚喂过奶 洗过澡和讲完故事后 她开始打扫公寓 并努力回想自己 是否已经去干洗店拿衣服 还得助记提醒自己 跟儿科医生约枕 然后 她常常就困到 倒卧无人的床上 因为她的老公不在家 在外地处理重要事物 而且 她知道 在短短几个小时后 这一些事情 又要再做一遍 我们开始吵架 通常是在我们两人 都筋疲力尽地生更半夜 巴拉克 这不是我要的生活 密雪儿一度这么说 我觉得什么事 都是我一个人在做 听她这么说 让我很受伤 我不用上班时 就在家帮忙 我在家时 却忘了晚餐后打扫厨房 那是因为我必须熬夜改考卷 或修改简报 但是 就算我有正当理由 我仍然知道自己没做好 在密雪儿的愤怒中 藏着一个更难以面对的事实 我设法为许多人服务 并做到许多事情 就像先前我们的负担 没有这么大 个人责任 也没有如此沉重时 密雪儿预言的那样 一切都是我自讨苦吃 我现在想着玛利亚出生后 我对自己所做的承诺 我的孩子会懂我 他们长大后会知道我对他们的爱 会觉得我一直把他们摆在第一位 密雪儿坐在客厅昏暗的灯光下 看起来已经气消了 只是她一脸哀伤 这样值得吗 她问 我不记得当时我说了什么 但我知道我不能跟她承认 连我都不确定这么做是否值得 回想起来 很难理解自己为什么做蠢事 我不是说一些小事 譬如 因为想在车上喝汤 就把最喜欢的领带弄脏 或是因为受邀在感恩节踢足球 就让自己闪到腰 我指的是 在经过深思熟虑后 做出愚蠢的选择 那些时候 你发现生活中的真正问题 你进行分析 然后自信满满的提出错误的答案 那件蠢事就是 我决定参选联邦众议员 在无数次交谈后 我不得不承认 密雪儿是对的 她质疑我在春田市所做的改变 是否值得全家为此牺牲 但是 我并没有减轻工作量 而是朝相反的方向前进 我认为我必须加倍努力 并争取更具影响力的职位 大约在同一时间 曾是黑豹党党人 Black Panther的资深联邦众议员 鲍比拉神Bobby Rush 在1999年市长选举中 跟戴利市长 角逐市长大卫 却以惨败收场 即使在所属选区 也表现不佳 我认为拉神这场选战 没有任何新意 除了摩棱两可的承诺说 会继承哈罗德市长的一致外 没有任何有利论据 如果这是 她在国会的运作方式 我认为我可以做得更好 在与一些 值得信赖的顾问讨论后 我让幕僚进行内部民调 以了解跟拉神 争夺联邦众议员参选资格 是否可行 我们的非正式抽样民调显示 我们有一些机会 利用这个民调结果 我说服几个最亲近的朋友 为选战筹募资金 然后 尽管有经验更丰富的 政治人士警告说 拉神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加上蜜雪儿 也质疑我的想法 不认为我在华府 担任联邦众议员 他的日子就会比我在春田市当周参议员更好过 但我还是宣布 我要争取联邦众议员第一选区的候选资格 这场选战几乎从一开始 就是一场灾难 几周后 拉神的阵营发动攻击 欧巴马是局外人 他获得白人的支持 他是哈佛的精英 而光看他的名字 他是黑人吗 筹募到足够资金进行一次较为准确的民调后 我发现拉神在该选区拥有90%的知名度和70%的支持率 而知道我是谁的选民只有11% 不久后 拉神的儿子惨遭枪杀身亡 激起选民的同情心 我其实将竞选活动暂停了一个月 并看到电视报道拉神在我常去的教会为儿子举办追思会 并由跟我熟识的赖特牧师主持 我在家里感觉如履薄冰 我带家人去夏威夷度过一个短暂的圣诞节假期 打算让州长召开一次特别立法会议 针对我支持的枪支管制措施进行投票 但是当时才18个月大的玛丽亚刚好生病 无法搭击回芝加哥 所以我错过这次投票 并遭到芝加哥媒体的全面抨击 最后我只拿到30%的选票败给拉神 在跟年轻人谈论政治时 有时我会利用这个故事 告诉大家什么事情不该做 通常我会写一段后继 描述我在败选后的几个月 因为有人很担心我会开始退缩 坚持要我跟他一起参加在洛杉矶举办的2000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他说你必须重新振作起来 但是当我抵达洛杉矶机场并试图租车时 却被拒绝了 原因是我的美国运通卡刷爆了 我想办法抵达会场史坦波中心 Staples Center 后来却得知我朋友帮我拿到的入场资格 不能进入会议厅 于是我只好四下晃晃 并在电视墙观看整个活动 那天稍晚还发生一件尴尬的事 我朋友想带我参加一个聚会 却没办法让我跟去 于是我搭计乘车回到他下榻的饭店套房 睡在沙发上 隔天 我搭计飞回芝加哥时 埃尔高尔 埃尔高尔正在接受提名 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尤其是考虑到我最终的去向 我告诉我的听众 这说明了政治的不可预测性 以及复原力的必要 我没有提到的是 搭计飞回芝加哥途中 我的心情跌到谷底 我快四十岁了 既没钱又遭受屈辱的失败 而且婚姻关系紧张 这可能是我一生当中第一次感到自己走错方向 无论我以为自己经历有多么旺盛 个性多么乐观 无论我以为自己有多大的潜力 却因为一次愚蠢的选择 让一切全部落空 更糟糕的是 我认清自己参选联邦众议员 不是出于渴望改变世界的无私梦想 而是出于想证明自己做出的选择 想满足自尊心 或平息对他人的成就产生的极度 换句话说 年轻时 我曾经告诫自己不能成为那样的人 而现在 我却成为那样的人 我已经成为政治人物 但我并不是优秀的政治家 我并不是优秀的